據聞日本每年有數千人在家中孤獨離世 這個真是愁暢 日本有很多雜難 和日本的民族很薄疲 很重的羞恥心 不是羞恥心 他覺得跟人不上是自卑感 自卑感變成他不喜歡出街聊天 不喜歡出街見人 在晚年的時候 整晚跟學富閉了自己又這樣說 唯有一個因很孤獨 很孤獨變成死了沒有人不知道 很遲才發覺很多的每年一天悶 現在這個風氣 吹到在香港的年輕一代 很多都不出街不交朋友 或者他那個事不是很有趣 但這個真的不好 這個不是不好的風氣 所以人呢 你盡其在自己 努力學習 有時間去做多些義工 認識多些做義工的好朋友 那你都是很充實的 是不是 如果不是你搞到那些人很年輕 又要自殺 但最重點都是政府要禁那些毒藥 毒品 政府做得這個工作是弱的 那些年輕人吸毒 是很大的問題 它要逃避 逃避就是吸毒 要吸毒 那麽就是惡性循環 那麽就扑了解 但這個孤獨死這些是很大的影響的 就是沒有人沒有物 它又不見親人 所以現在響起警鐘 政府現在要開始要著手進行 嗯